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林制药的违规保健品而被迫住院治疗 其中一些人的健康状况甚至紧急到了要靠洗肾来脱险的地步 此外还有一例疑似死亡案例 死者在2021年4月至2024年2月期间 曾多次邮购小林制药的红区保健品 据悉小林制药早在今年1月 其实就曾接到相关的医疗警告 称其生产的红区保健品中至少有三款 含有对人体肾脏有害的化工成分 然而小林制药对此制入网文 一直拖到3月下旬才草草宣布 要对涉事保健品做回收处理 报道指出小林制药目前已售出 大约110万份含有红区成分的产品 除了小林制药自家的保健品之外 日本还有52家相关企业 在其产品中使用了小林制药的红区原料 这些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饮料 零食以及红腐乳等调味品 因为小林制药这一次的篓子捅得实在太大 为了防止消费者健康受损的问题扩大化 小林制药不得不对其涉事的三款 红区保健品紧急召回 据悉召回数量可能多达大约30万份 此外日本还有15家相关企业的33款产品 也受到了波及 面对自己惹出来的烂摊子 小林制药再一次在公众面前表演了 日本入食者们的传统艺能 当地时间3月22日晚 小林制药社长小林张浩在大阪 举行了记者发布会当众鞠躬道歉 并且表示必须承认 我司在产品设计和品质管理体制上都存在不足 给大家带来了严重困扰 实在抱歉 我之所以要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头 就用双引号强调那个柚子 是因为小林张浩并不是近年来唯一一位 就旗下产品质量问题出来 鞠躬道歉的日本老牌药企的负责人 2021年2月 另一家日本知名药企小林化工 也曾爆出过类似问题 当时小林化工旗下 有一款用于治疗矫选等疾病的口服抗争菌药剂 因为小林化工的一系列降制操作 原本应该添加到这种药剂中的一种主要成分 被阴差阳错的替换成了助眠诱导剂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催眠药 更要命的是 这种催眠药的剂量 还达到了日本最高限量的2.5倍之多 受此影响 截至2021年2月上旬 在服用了小林化工设施药剂的相关患者当中 一共出现了239例健康受损病例 一些患者在服药之后一度失去意识 并造成了22起交通事故 此外还有两名患者在服药之后 因为身体不适而一面呜呼 相比今天的小林制药 当初小林化工造的念还要大得多 有日本媒体在深挖之后发现 小林化工在药品质量造假这块 其实是个惯犯 虽然小林化工内部早就意识到 旗下药品存在种种问题 但他们却选择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据不完全统计 小林化工有近8成的药品制造记录 都涉嫌造假 最令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是 调查结果显示小林化工早在40年前就开始伪造 药品质量检验报告了 而且其管理层后来也承认 他们早在16年前就已经掌握了相关情况 但饶是如此 小林化工却还是选择了放任不管 直到后来东窗事发 小林化工社长小林广信 才出来鞠躬道歉 本当にすみません 又给皆さん添麻烦了 说来可笑的是 因为小林化工和小林制药 这俩日本企业的名字相似度实在太高 而且还都是制药的 所以在当初小林化工被爆出旗下产品 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丑闻之后 小林制药方面一度还跑到了舆论场上 积极宣传自己 一边极力撇清自己和小林化工的关系 一边还本着死到有不死频道的做事风格 吃了友商一波人血馒头 你像是什么造假的是小林化工 跟我小林制药有什么关系 这20款小林制药产品 别说你没用过一类的软文 直到现在都还能在网上搜到 也不知道当初那些踩在小林化工的尸体上 替小林制药推销产品的营销号 现在又该借小林制药的这壶酒 交哪家日本企业的快乐的呢 要么说营销号这活儿 要脸的人是干不了的呢 分分钟都有回旋标扔回来打你脸 时间一长都给你打成猪头饼了 连包猪婆都不认识了 这谁遭得住啊 我今天之所以会出这期内容 是因为这些日本药企接连爆出的质量丑闻 让我联想到了 在一些中国人当中长期存在的 对于日本制药那近乎迷信一般的膜拜心理 就拿广东这边来说 就我了解到的情况 哪怕这都已经2024年了 还有一些人会对所谓的日本神药深信不疑 哪怕吃保健品也更喜欢日本的 以前一些广东人买药买保健品 喜欢买所谓的港货 后来随着港货的去魅 慢慢的又迷上了所谓的日货 哪怕是对日货无感的人 比如我 也架不住我们的一些个商家 老爱把自己包装成日货 产品上写的都是满满的假文 生怕你看不住 他们家的东西和日本有关事 我不是个药罐子 平时也没有乱吃保健品的习惯 但因为身边时不时 总有喜欢买日本药的人 买完了还要在朋友圈里吹嘘一嘴 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 他刚刚吃的是日本药 所以我对相关情况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 而且其实我的心里也清楚 哪怕有些日本药服用之后的药效 似乎真的比中国药更好 那也不是因为日本药 是什么先人调制的灵丹妙药 更多还是因为日本的药起下手 比我们的更狠 甚至是敢于使用一些国内医生 看了都要眉头紧皱的敏感成分吧 2019年9月 人民日报的APP上 曾经转载过一篇题为 专家八网红日本神药真相的文章 文章援引浙大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药学部专家的话称 很多在国内舆论场上被吵到了天上去的 所谓日本神药 包括但不限于大正感冒药 白兔牌 纸通片 黄汉糖 清肠便秘丸 以及各种日本网红 饮药水等 部分中国民众之所以会觉得 这些日本药比中国药更好使 说穿了其实就六个字 用药猛 胆子大 以正大感冒药为例 这里头有九种成分 在我们国内的感冒药处方里 基本上看不到的 还有那个白兔牌 纸腾片 里头添加了一种名叫 禀物鲜尿的化学成分 因为副作用太大 而且还有沉饮性 所以美国人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就淘汰了 至于日本的各种网红眼药水 这大医学院的眼科专家们 更是直接把窗户纸都捅破了 赶紧把那些网红眼药水扔了 它们里面的成分 长期使用会对眼睛造成伤害 不光这大医学院 2021年6月 上海卫健委也曾在他们的官网上 发布过一篇题为 日本神药并不神 盲目跟风 药不得的文章 里头有几段话是这么说的 经常会遇到一些宝妈 孩子生病了以后 认为医院的药物都有副作用 所以不是去医院就诊 而是在家使用一些日本神药 认为不仅有效 而且安全 其实日本神药并不像大家所认为的 都是些纯天然或者植物类的成分 比如被众多宝妈视为神奇咳嗽药水的面包超人药水 有绿 红 蓝等多个版本 其中绿版里头含有麻黄碱 刚开始吃的时候立竿见影 但时间已长 用料会变得越来越大 鼻色等症状反而会越来越严重 这就是麻黄碱的副作用 至于主要用来止咳的蓝版 这个版本最不推荐大家购买 因为里面添加了可带因 由于安全性问题 我国是禁止12岁以下儿童服用可带因 所以日本神药并没有更加安全 有些人往往相信神药宣传 缺乏警惕心 甚至乱用药造成副反应 为什么我们普遍会感觉日本的药更有效呢 一方面是心理因素 另一方面是剂量问题 尤其当我们觉得这个不是药 只是保健品的时候 就会在无意间服下很大的剂量 大家要注意啊 浙大医学院和上海卫健委的这些建议 可是分别在五年前和三年前给出来的 当时小林化工和小林制药 这些日本药企的丑闻 还没被媒体曝光吗 现在好了 除了用药猛胆子大 这两宗罪之外 还加上一个造假狂和一个品控差 咱也不知道日本那些制药仙人 都是怎么炮制出他们那些日本神药的 感情真就吐出一个服用之后就生仙 是吧 怎么着 传说当年徐福出海 去蓬莱为秦王遍寻仙药 最后寻到的就是这么些个玩意儿 我算是知道为什么徐福最后没能回来了 不是因为没找到药回来 怕被秦王大卸八块 所以润 而是找到之后 自己在试吃过程中就先一步成仙了 我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看的 反正对我而言 经过这一次的小林制药造假事件 以及上一次的小林化工造假事件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对日本药企 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 有问题的和暂时还没查出来有问题的 又或者换一种说法 那些直到现在都还没被查出有问题的日本药企 只怕他们这问题是小不了了 事关人命的制药行业尚且如此 你还能指望东京电力公司的那群核污水仙人 能把福岛核污水处理到可引用的标准之后 才排放到我们的大海里 你就是让安倍金三再活过来 被山上彻野 再打死一次 我也不信了 我想起了之前韩国人捣鼓出了 常文超导体的传闻 被炒作的最火热的那阵子 在我们的舆论场上兴起了一个笑话 我觉得这事不靠谱 虽然我不懂常文超导 但是我懂韩国人的 现在我觉得这话用来形容小林制药小林化工 还有东京电力这些日本企业也是挺合适的 我信不过日本的药和你们的核污水处理技术 我虽然不懂医药学和核污理 但是我懂日本人 最后再提一嘴 如今中日药品的区别所在 当初上海卫健委在他们的文章里头 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个说法 许多大热的日本药里所用的成分都属于第一代抗阻胺药 比如无比低和面包超人 而我们国内很多药品的成分 现在都用到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了 不仅疗效更好 而且负重用还更低 换句话来说 现在我们很多药的药效 实际上已经比那些日本网红药的还好了 但是因为很多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心理还没扭转过来 所以搞不好将来还会闹出这种笑话 中国人跑去日本海淘那边所谓的日本人药 结果买回来才发现 原来日本人已经开始吃中国药了 一如多年以前 那个曾经真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关于日本电饭包的真实笑话 一群中国大妈大老远去趟日本 完了买个电饭包回来 逢人就夸这日本的电饭包就是好 煮出来的米饭粒粒分明 磕磕碰香 结果掀开锅底一看 嘿你猜怎么着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中国制造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